第四波的新冠本土疫情依然是在高原期 有近八成的催疹个案都是XBB变异株 不过近期有医师是发现 现在的快筛事件对于XBB来说 疑似是有侧不准的未阴性 准确度大概是七成 对此事交署回应表示 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的通报 已经要求业者在一个月之内早早评估报告 来确保民众使用快筛的准确度 第四波新冠本土疫情仍在高原期 有近八成患者感染的是XBB变异株 不过有医师临床发现 国内新冠快筛事件近期出现 测不准的未阴性现象 例如有长者周遭家人都确诊 但长者快筛却是阴性 但又恐怕因此延误治疗导致重症 他送来我们急诊的时候是休克 或者是呼吸衰竭的状态 但是家属都告诉我们说 他们在家里快筛了两次都阴性 但是我们使用另外一个牌子的快筛 或是有的case是用所谓PCR 就验出是阳性的 测起来是阴性它有症状 有可能在过段时间再测 它就变成是阳性 因为这时候病毒从喉咽的部分 慢慢的到鼻咽的部分 上部比较多了 它才能够被快筛所侦测出来 医师表示台湾专案输入或专案制造的新冠快筛产品 很多没有做定期的却效测试 就以流感快筛来说 如果准确度低于八成就不能够卖了 而新冠快筛并没有 因此推估目前的新冠快筛试剂准确度只有七成左右 评估了国际上的一个资讯 也都没有说目前市面上的试剂对这个XBB没有办法检测它的效能 食药署提醒新冠快筛试剂受限于设计原理 灵敏度不如PCR核酸检验 所以应搭配临床症状做综合判断 目前食药署正建立检验系统 后续将进行各家库存产品对XBB变异株的检验性能 要求业者在一个月内缴交评估报告 以确保民众使用快筛准确度 记者 杨东祥 特报导